女孩渐渐步入青春期,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异样 她开始疯狂地喝点水吃生鱼,最后长出脚补和鱼鳍 变成人鱼缓游向大海 嗨,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美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奇幻影片《我心未兰》 女主米娅从小在海边长大,她对大海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 时常站在海边眺望远方,小米娅似乎能够感知海鱼蕴藏的能量 长大后的米娅跟最父亲搬到了郊区 但性格内向的她好像并不太适应这个新环境 米娅在学校交不到什么朋友,总是被孤立 回到家后,她的脾气也愈发怪异 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和母亲发火,事后又非常后悔自责 但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随着米娅进入青春期,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对劲 有一晚上米娅口渴难耐,她跑到厨房冲了一杯盐水 一而进后才恢复正常 可更奇怪的是,第二天,米娅对鱼缸里的鲸鱼产生了兴趣 她抓起一条鱼,放进嘴里大口嚼起来 恢复冷静后,米娅觉得自己的行为非常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叛逆的米娅与父母一点点疏远 和学校里有名的问题少女安娜撕困在一起 他们一起逃学,一起抽烟,一起嗑药,一起偷东西 青春期能犯的错,他们几乎都犯了个遍 可直到有一天,米娅发现自己的脚趾头先长在了一起 她非常害怕,可又难以启齿 于是便偷偷地跑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她,这是病指,需要住院进一步观察 米娅害怕更多人知道,于是拔掉针头从医院溜走 她来到安恋自己很久的男生家 想用放纵来麻痹,不去想自己的胜利缺陷 可事后米娅还是心事重重 并且身体感到极度不适 回家后,米娅分辨了所有相册 可没有找到哪怕一张母亲怀孕的照片 此时米娅有理由相信自己应该是父母从海边捡来的 于是米娅跑去质问母亲事情的真相 可母亲含糊其词没有正面回答 探斥使得米娅更加怀疑自己的身世 随后她买了剪刀和纱布 忍痛剪开了自己的病指 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米娅身体的变化远远不止如此 米娅的队上开始出现大片欲情 而且变得格外爱吃肉 每天早上醒来后,她还发现自己竟然开始脱皮 米娅不敢让别人知道脱皮的事 所以将退下来的皮偷偷藏在床下 这天上课的时候老是在解剖生鱼 米娅趁没有人注意 狼吞胡言的吃下了这条生鱼 可事后米娅非常后悔自己的行为 但是她真的控制不住 晚上米娅和安娜到湖边散步 安娜不慎跌入很深的湖底 米娅想都没想跳了湖底将安娜救了出来 谁都不知道米娅是什么时候学的营勇 并且水性竟然如此之好 回到家后,米娅发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她身体的两侧居然长出了类似鱼鳍一样的东西 而且大腿也已经彻底的变轻 开始长出鳞片 米娅不得不用镊子夹掉腿上的鳞片 她愤怒的拍打着双腿 她无法接受自己这般怪胎的模样 可这天,当米娅醒来后 她发现自己的腿已经完全变成了鱼人的尾巴 米娅惊恐啊,分担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 她只能拖着长长的尾巴爬到浴缸里 当米娅打开喷头 她发现只有在水里自己才能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快乐 所谓如鱼得水 正是对米娅此时此刻最好的形容了 此时米娅终于确定了自己原来不是人类 而是人鱼,而她最终的归宿就是大海 此时安娜正好感到看着米娅的样子 安娜一脸错恶 不敢相信自己的闺蜜竟然是条人鱼 可安娜毕竟是米娅唯一能够依靠的人 于是二人驾车来到海边 打算让米娅回归大海 米娅在同母亲道别之后和安娜紧紧拥抱在一起 然后透着长长的尾巴爬进了大海 或许二人一别就是永恒 可毕竟安娜的内心是属于这片蔚蓝的大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反映出很多在青春期的孩子能够引起共鸣的校段 当然了后悔之余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落 或许有些更加敏感 更加感同身中的孩子最终如同米娅那样 在想象或者现实中逐渐幻化 并最终回归原本的自我 好了今天的节目